来着你飞呀飞过山的那一边 看看月亮睡着的地方 偷偷爬上一生的月光 静静沉醉在暮想 欢迎收听直北珍 我是说书人 在新竹县秀然国小 陈恒志老师的歌声当中 我们先来听听看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故事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人子棺那边 人子棺那边不是属于 左水溪的流印 再走一段 然后回来之后 你不要切斑 回来你就顺着水飞回来 才过去一分钟而已 想个办法 那个镜头要不要游下往上 因为这盒是一整条 不好走吗 很难走 没有你没有习惯走这个而已 老师可是有御山剂耶 滑下去会刺到 刺一刺就弄一弄就好了 没事情 你抱一抱 这边的心理哦 因为之前就看过有人拍 然后就觉得都很厉害 就自己也想要试试看 怕那个空拍机会卡在树上了 然后会不会弄坏了 还要再赔钱 以前听老师讲的时候 想说怎么可能 我们这四个小屁孩 拍出来怎么可能会有人想看 从水的尾巴飞到山的那头 张华县水委国校 吴建如老师以及林毕山老师 他们带着一群五年级的学生 运用不同的教学思维 突破资源限制 透过空拍以及水域的访查 真正让教育走向素养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听 这些故事的主角怎么说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海拔 大概2400公尺的 达塔家东浦山庄这边 其实现在录音的时间 已经是11点多了 然后其实山友都已经快睡醒 他们等一下2点钟 就要开始去爬玉山了 那我坐在旁边的是一位 这一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就是为什么现在坐在那边录音 然后在爬山 我请这一位老师 先介绍一下他自己 大家好 我是张华县水委国校的老师 那我叫吴建如 那我先请吴老师 帮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 做这件事情的缘起 然后当初为什么 会有这样子一个活动的发生 OK 那我们这一个活动 主要就是扣着我们 所有国小旁边就是有一条台湾最长的河流 佐水溪来当主题 然后整个去延伸 那因为所有国小他的地缘位置 其实是离佐水溪很近 可是我们会发现说 小朋友他其实不太了解他身旁的这条河流 那所以我们会想说 把教室带到外面 然后真的 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对佐水溪这条河流 做各个面向的学习 如果上一集听众朋友听 你会听到小朋友 他们各个都是机师 这个真的是 女生他们都不是 现在他们不是当空姐 直接都是机师 而且飞各种不同的机型 然后我就说 连我自己都不太敢去操作空拍机 我觉得操作空拍是超可怕的事情 到底在天空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那些小朋友操作非常的 现在已经都已经非常纯熟 老师各位 刚才我们介绍一下 佐水溪的调查 跟这个空拍机的关联性 你当初是怎么发想的 因为佐水溪我们 说真的 他这条河流很大 而且危险性是有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小朋友要怎么样去接触他 那所以我们才会发想说 那如果说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 来看佐水溪的话 那因为空拍这个 无人机这个部分 其实现在慢慢的技术成熟 那所以我们会想说 带这个技术进来 然后让孩子去试试看这样子 好的 其实老师知道 我们这个节目叫直北珍 直北珍他其实节目特性 其实是说 给大家一些人生的一些参考方向 那这一集我想要从老师这个职人 教师这个职人角色切入 你可以谈一谈就是说 当初你有想到说做调查 然后做空拍引入 其实就教学的观察 你觉得为什么要帮水溪国小 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教学的设计 因为佐水溪这个主题 我到水溪国小今年第11年 那其实在第二年的时候 这个想法就已经萌生了 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你这样子去看西罗大桥底下的佐水溪 那这条河流到底它的起源在哪里 又流到哪里去 那这个想法其实蛮早就产生 所以在每一届 我们就会或多或少的 就是带孩子去校外教学的时候 就是去固定一些定点去学习 那只是到今年刚好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就想说 做一个比较完整性的探索 所以老师在教学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 其实对于教学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变化 应该已经有一些想法 对就是 因为我们一直会觉得说 如果你不去尝试的话 他可能就是 会一直在原地打转 所以我们每一年 都会尝试去做一些新的改变 就像说去年有参加了全国科展 然后也拿到物理组的第一名 然后也尝试的就是说 而且你们以前好像 我印象中那第一名 以前就是 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第一名 对那是最好的成绩 所以每年你都想要做一些 不同的尝试在教学方面 对 因为像做实验这种东西 就是他 我们挑的题目每年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 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元素产生 因为搭配的学生也不一样 那所以就是 就是每一年都是新的一个刺激 然后一个新的变化 这样子 老师你这样做会不会 会不会有点累啊 每一年 因为据我的理解 我自己也当老师 我们的教学 如果不断的重新去设计 其实教案设计 做法 企划 其实都很花时间 那有些老师是 也不是说不好 他就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做法 那每年就按照方法去做 也达到一定的效果 对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苦行生 这样子 在教学上不断的创新 去找新的想法 应该就是个性吧 对 就是一种 可能 就自己觉得该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做了 那老师你觉得这种个性 当老师 会比较累吗 就相较于 应该是身边的人会比较累 因为我们等一下 有机会 再访问一下 这个身边另外一位老师 因为一个老师起心动念 不是只有你做 对不对 上从校长下到 就是同侪教师 然后同学 其实都要一并的滚动 对 对啊 然后 那你有没有被 你有没有被讨厌的勇气 有没有被其他老师 或者说你干嘛 这样子去搞 搞的是这么多 有的没有的事情回来 应该是说 可能 可能我就是这样子做了 那可是 坐下去之后 就慢慢的 旁边的人会感受到 这个好像 还可以 就像 黄岛一样 我们坐在这里 其实 我们现在两个跟疯子一样 就是说有时候 有一些想法要去实现 其实蛮需要周边人的一些支持 然后你会找到一些 磁场相同 或者认同的 或者说慢慢去融化他们 对啊 就是有一个热情 我听说王振中老师 就是那个爽文国中 那个老师 你会不会回来 那个男主 就我见过他本人 就是有时候 也蛮不好意思 跟老师讲说 老师电影 世元界本人比较帅 这样子 他自己也知道 像振中主任的话 就是他在我们这次参加 那个追梦计划的部分 有给我们一些鼓励 对 就是我们提出这些 一连串的计划之后 他其实就是也有被感动到 那所以他就很乐意的 去帮我们做一些分享 跟拉票的动作 那我们也很感谢他 因为像他这种 就是重量级的人物 能够 其实能够认同我们的理念的话 我们其实是很开心 对 就是他有一个梦的恩赐方 的一些教学的分享 所以 老师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 大家都在这条路上 然后其实你并不寂寞 就是你看了别的老师的故事 或者说我看到你 然后上次我们也到 基隆的巴斗国校 对 然后看到老师在那边的 对小朋友一些 也是都是十几二十年 这种长时间的付出 对 那这次活动 有没有让你觉得 那个印象比较深刻 比较特别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嗯 我觉得 就是看到那个 小朋友就是 就是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在做改变 在做成长 那那其实就是老师一个 努力的最大的动力 这样 我记得去年跟我讲过 就是说 你最希望看到的 并不是他们 比赛得奖得名 而是说 他们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改变 对啊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而且 刚刚我们在聊说 这些小朋友 基本上 我们看到他最简单的改变 就是他们敢 跟人更多的沟通 跟说话 嗯 对不对 而且对一些未知的东西 他从害怕到不敢尝试到 他可以去驾驭他 那 那其实 这个就是在传递一个观念 就是 不去试的话 就是真的 就是 就是只能在原地 如果你愿意跨出那一步的话 其实 真的会有机会 那这也反映就是 在我们 所有这种偏乡的学校 他其实是 他那个模板 其实是很固定的 那如果说 你没有去做尝试的话 他可能 可能一辈子就是 当个农夫 或者一辈子 他就是 就 可能 高中毕业 他就是找工作 那如果说 我们 老师端愿意 就是 多一点 付出的话 其实 可能可以改变一些东西 老师 你趁这个机会 跟我们介绍一下 彰化县水尾国校 是什么样一个 特性性质的学校 我们就是一个典型的 农村式的学校 然后就 家长的部分 大概就是 以务农为主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们 其实孩子们有各种不同的家庭背景 比较乡村 那里面也包含一些新住民家庭 甚至有原住民家庭等等 那学校人数好像学生目前是四十几位 是不是 今年三十九位 如果今天 有这些伙伴们 就是当老师的 或者想要当老师的 走在这条路上 你可不可以简单几句 跟这些伙伴们 或者是未来可能的教师们 给他们一些建议或鼓励 我是觉得说 我每一年 当我在接触新的学生的时候 我就是都会告诉自己说 我就会回想说 我第一年当老师 那个时候是怎样 那到我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 我每一年 就是 我维持那一个热情 他去 去 教学 然后 去跟宣相处 这样 听众朋友 如果你也是有想要 从事教育这个部分 工作的话 那我真的会觉得 就是 他是一个 你踏进去 就会觉得 很奇妙的世界 那 那可能 他会 很封闭 可是如果说 你可以 转念去 想 然后去 想办法去 找到一些 乐趣 那我觉得这乐趣 应该是 在学生的身上 然后 就是对我来说 真的 教书 他不是只是 一份工作 他 他就是 一件有趣的事 如果你能够 持续这种念头的话 那你就是 无论你教十年 二十年 三十 甚至四十年 你都不会感到厌倦 好的 就是说刚才静如老师 有提到 就是初衷 非常的重要 当初你做这个角色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你若干年后 你再回头想想 你现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符合你当初的 期望跟想法 那 有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灰心 或者是挫折的时候 可是当初那个热情 也是支持你往前走 对 所以 有时候还是 回过头来 想想 原点 最初的那个自己 是什么样的样子 这样子或许就有 新的动力 在往前 对啊 就是 就是维持初心 然后 不要觉得 每一件事情 不要把它看得很难 很累 然后 就是去试试看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 就 每年就是维持一种实验的精神 我们就是去试试看 那 即使做不到 没关系 我们再 调整一下角度 然后 再试试看 好 不断的试试看 维持 初衷 然后尝试尝试 找到各种新的可能 今天非常谢谢 建伟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跟我们分享 这种很棒的活动 然后以下的教学理念 那 希望以后 以后有机会 这活动还会继续 然后一直到明年 他们毕业定 我希望我们毕业定义的时候 在现场再做一场 Podcast 再来分享这些好的成果 好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那今天先 谢谢建伦老师 建伦老师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say 拜拜 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一起找 建伦老师来讨论啰 好 再见 好 刚刚我们的那一段访问呢 我们是访问到 彰化县水尾国小的 吴建伦老师 那现在坐在我们 同样的 其实再告诉 听众朋友一下几点 现在是 我看 快凌晨0点 12点45分 然后我蛮确定 等一下三有 我们就陆续要起床 我们一路路 然后一路 我刚才想说 我们会录到他们 准备要登顶 然后起床 我们还在那边录 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因为像我们现在 开了一盏灯 然后刚才更好笑的是 我们有车上 我放了两盏灯 然后另外一盏灯 还被我自己打到 那个山谷下去 然后明天我们还要下去山谷捡看看 能不能捡回来 就在旁边 因为我们车停在旁边 是一个小山谷 那现在坐我旁边的 也是一位老师 那我先请 这个毕山老师 先介绍一下自己 来毕山 嗨大家好 我是林毕山 目前也任教于随尾国小 担任五年级的导师 好 那两位都是随尾国小 五年级的老师 那其实毕山老师 其实都 每次我要找他录音录影 他都会很含蓄 不要我不要我 见陆老师就好 因为我比较害羞 对 可是我 我觉得我一定要把他拉上来 为什么 因为各位你知道 在一个学校里面 或做任何活动 要有互相搭配的伙伴搭档 不太容易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有些人会帮你 帮你一把 有些人会帮你踩煞车 那以这一次探索 这个浊水溪这个活动里面 我又发现学校有一个 就是很保姆的老师 虽然老师平常就很保姆 可是这个毕山老师 超级保姆的 比如说我们上次去录影 来讲一下 老师讲一下 你最近 我刚才讲的保姆 你有没有哪些保姆的事迹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 永远都不会有录影这个纪念 结果 因为我不想要睡在地上 为什么 因为觉得很硬 可是很难得 就是透过这次的课程 可以有 首次的录影 就是献给大家 首录就在 水尾国小的活动里面 而且是带一堆小朋友 没有 八个而已 对 那在我们录影之前 其实就是有在教室里面 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看一些 现在很多网黄都会有录影的经验 然后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们就从里面结局一些经验 然后就准备 很多很多很多样的东西 我上次听小朋友说 因为你们去搭帐篷 然后就是我们还怕小朋友不会搭 然后说没有没有 我们在学校都练习过 所以你们有在学校围露营 有我们首先在 就是前我们主任 他们也都是有露营经验 先在教室搭一次 然后就到活动中心 开始跟主练习 然后最后比较熟练之后 就是到外面那个草地 大家开始这样分工 所以为了这一次 就上次我们在春阳露营区 对 然后那个其实是 有花了一些功夫 对 然后最有趣的是 上次我看你们准备的好丰盛 对啊 就当作在搬就一样 对啊 就是吃了你知道吗 一箱一箱搬出来 然后用的 然后讲实战话 因为我们所有国脚这次也透过计划里面 企业的赞助 所以有一点点的经费可以做这些事情 所以让小朋友能够真正感受到户外 也包含今天的这些活动 然后跟山游一起睡山屋 然后明天听说他们是两点多 要去工顶 然后我们是下一波 对 那毕山老师您在这整个 就尤其过去跟介入老师搭档 在教学的这个活动上面 你都比较是属于幕后的那一个 我的观察 你平常跟建伦老师是怎么搭配 你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建伦老师主要是决定大方向 那我们如果有共识的话 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然后他就是 可能就是大的目标由他来决定 然后细节由我来 来辅助这样子 对 好 我可以帮你们举个例 因为我跟他们虽然认识一段时间不长 可是据我的理解是什么叫大方向 比如说企划要怎么走 然后要怎么样 有哪些资源 对 可是什么叫做细节呢 就是钱要怎么花 是吧 光是记账这个东西 应该就不小的工作 对 就是像出门一趟回去 就要做很多的凭证 就要开始申请那些净费 对 那其实像我们出门之前 大部分我们要购买的那些东西 都是我们像学校机构 然后就是老师要自己先垫付 对 然后就可能要等半个月左右 钱才会下来 嗯 所以现在当老师还蛮辛苦的 就是自己还要先 有荷包还有 还要先帮他垫钱这样子 那垫小钱就算了 如果越垫越大 其实还是蛮可观的 是啊 所以 而且听说你也常常帮这个建路老师 踩一下刹车对不对 嗯 因为他会比较要求完美 对啊 我们就是可以就好了 我上次听到你们的故事啊 就是做一个科展 做一个那个机械鱼 然后他老师就想要做一个 定制一个超厉害的鱼缸这样子 那问题是鱼缸又很贵 对啊 因为那时候还 就是在准备阶段 没有任何的经费 对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就地取菜 然后能够达到我们要的目标 可是又能够省下这笔钱 嗯嗯嗯嗯嗯 那我觉得真是不错 在教学这个路上 如果有一个好的搭档 因为有的时候 其实B3老师对我来看 叫做 建路老师是属于攻击型的选手 他就不断的往前找新的山头 冲啊冲啊 然后但是忘记说弹药要怎么用 或者说 他以为有两箱弹药 或是20箱弹药 其实只有两颗子弹 没错 对 所以B3老师就要告诉 我们的头目 我们的将军说 诶 我们钱好像要小心使用 就是 即使踩刹车 对啊 我觉得这样子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呢 在这一次的活动 这次活动 建路老师有分享 又是 因为他好像每年都有奇怪点子 那这次又是新的挑战 对不对 对 那你 你这从头到尾带了大家参与这次活动 因为跟以前 比如说 我理解你们在做那个科展活动又不太一样 那是有时候很静态的学校 这次蛮大挑战 你要带小朋友 甚至于已经到了这个玉山的冲锋口 然后到很多地方都是一般大人才做到的事情 你当初看建路老师做这件事情 你会不会有点害怕跟担心 其实这个不在预期里面 是吗 因为这个 他之前就有提过就是要探索浊水戏这件事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同时在做科展 就是这件事就是没有在进行 就只是在口头上说说 那刚好就是有搭配到这个计划 那因为这个计划也是要比赛 然后只是想说尝试投看看而已 对啊 没想到就会走到这一步了 然后既然头已经洗了 就要洗干净嘛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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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泡沫嘛 对啊 所以有时候反正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那变化来了你也有一些应变 但是那你觉得这样转变呢 是什么样的心情是好是坏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路上就是遇到很多的贵人 像那个古老师黄岛也是 也不能说帮啦 像我自己是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然后如果我们心有余力有足 然后大家能够互相配合一下 都是一件好事情 对 所以就有很多人 像古老师真的也很棒 就是你看 任何一草一幕他都可以讲解得非常的细腻 对 所以还没做之前会 其实有点担心 可是其实就是 其实一路上都还蛮顺畅的 蛮顺利的 对 都是因为有你们的帮助 不敢不敢 我觉得有时候听起来是一个 本来我猜啦 毕山老师可能就烧脑 这介绍老师是搞什么 然后越搞越大 然后什么露营什么的 这个姑娘我都没有露营过 你现在叫我还首次露营这样子 其实我们全部都是 我们十个大家都没有露营过 真的吗 对 我看你们都做得不错 然后那个餐都很厉害这样子 然后毕山老师在这次活动里面 出了很多的后勤资源 就是那你自己有没有观察到 孩子在这里面 就是你就教学教育的角度 他们有没有一些改变 或者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比较特殊的一些 跟我们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都是想想小孩子 就是比较内向 然后不会主动 那其实就是透过这一次的课程 希望他们能够主动学习 然后像他们出来的话都 点点 对 就是不会去发问 那我觉得慢慢慢慢的就会改变 看到一些兴起的东西 会主动去问姑老师 然后拍摄的技巧会主动问黄岛 这都是他们跟说过 对 你刚才前面讲的那一段 现在已经不是我认识了水会伟国小的小朋友 因为刚开始认识他们 真的是很含蓄害羞 然后现在是我每天就被那个导演 就黄岛黄岛这样子已经 已经烦得半死 就是 但我觉得很乐意 他们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 这是真的 我确实也看到他们这边有很多的改变 那我相信一个老师 其实都蛮希望看到的是学生 他不一定是最厉害的那一个 但是他如果持续变好或持续改变 都是件好事情 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有他的一些变化 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女生 他就是备受呵护 然后 就是有点像公主型的这样子 那他也是很乖 然后这次要带出来 其实我们也蛮担心的 因为就怕说家长方面会有可能就是想说不要让他出来 或者是会有点意见 可是这一次家长真的是全程没有任何的意见 然后对 那小朋友的话 出来的话 他也能够尽量自己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因为他以前光下一个可能有点落差的那个坡道 都要希望有其他小朋友伸出手来帮他一把 嗯哼 对就牵他下来 没有我刚刚完全没有感受到啊 你讲的是结余小公主我知道 对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说 当然 他的 其实他的外形是非常的 他有他的优势啊 真的 就是很柔弱这样 很有气质 对对对 女生来讲 所以其他小朋友也很愿意去帮他 可是这不是我们 他的气质就是男生看了就是心动 连女生都会主动帮他 对你看 这多有优势啊 可是其实我有发现他 因为他这一次复合工作是那个 就是拿那个小的机器 手持的机器 不断的在古老师说明的时候做拍摄 嗯 我发 这个工作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古老师话很多 能 能够教的东西非常的多 嗯 对所以古老师在每个地方 他就会开始去 然后这个小公主就开始有认真 他就是从头跟大尾 而且我发现 有些小朋友是 比如说那个 别麦这件事情啊 有时候他忘记 他很静责 对 他从头到尾就 每一次 我就觉得古老师身上 麦出来就出现了 我相信一定是负责的小朋友 就同学很认真的去做好 所以他的优点就是他做的事情就是很认真 对他一定有他比较认真 就是说你看到另外一面 那如果他有一些小地方 像比如说更能够独立自主 我觉得对他的人生一定是很棒 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他很够改变的 然后其实也有看到他在进步 你会怎么样给这些正在当老师 或者是想要当老师这些伙伴们一些建议呢 如果以你现在走来 有没有一些老师给老师的建议 或老师给未来老师的一些建议 其实现在就是在教育界 不管是各方面压力都越越大 对啊可是你既然在要从事教育 真的是要良心事业 要秉持着初心 然后不要利益取向 不要你不要想说 我要做这些事情 对我自己有什么益处 应该说对这些小孩子的未来 会不会产生改变 然后让他们越来越好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 一直跟建武老师搭档 因为两位都不约而同提到 担任老师这个初衷 这件事情 然后不约而同的去想到 如何让孩子们做正向的一些改变 所以两位的搭档的 那个愿景是一样的 虽然你们有时候会互相的互补 然后互相的去平衡到 对方的优势或劣势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在他的路上就不会寂寞 对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毕山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请教两位老师 好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 拜拜咯 拜拜 教育可以不一样 我们可以一起让世界不一样 我是说书人 纸北珍 下一集见 谢谢你 傻孩子 被你地久到天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